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家对面还在装秋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不是那么美观 但是今天天气非常好 然后现在我刚刚回来打算现在做一下我的早饭 今天早饭我想不出来吃什么 所以还是吃我以前做的面包吧 把面包烤一下 因为面包一般面包你做好以后最好还是放在冷冻室里面保存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你放在冷藏里面的话面包就会变干 就会很不好吃 所以包串了都顺便拿出来 现在先给它解冻一下 可以做个阿门 可以做个阿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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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鸡蛋 我现在开就吃饭了 从美国运到澳大利亚来 基本上算是全球运费最贵的 我好像基本上所有东西都主要是拿的这两个颜色 上次把它煮成就是里面都是实的 不是溏心蛋那种 这次我想试一下能不能把它煮成溏心蛋 需要洋葱 洋葱半个 辣椒 葱 还有 然后 点蒜 应该这个就是吧 先切个葱 炸 小半个先切小半个试试看 我也不知道戴着眼镜为什么也会哭呢 OK因为我的相机很不忍气的没有电了 所以我就用手机来拍一下后面的吧 刚刚加了一勺的生抽跟一勺老抽 然后还放了两杯的水 然后接下来准备放一下糖 我刚刚把所有鸡蛋全部剥好了 然后希望它是糖心蛋吧 然后就把它放在腌料里面就可以了 最后放到冰箱里面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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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凶手啊 你看这个 我觉得我可以坦白一下 你是常乐的 我不是凶手 但我可以坦白一下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但我杀的不是死者 我唯一了 在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又来到Costco了 然后今天我准备吃这个 你这样一直把脖子抬起来 是可以消除双下巴的 你知道吗 双下巴去哪了呢 去脸上的呀 你为什么说的都有道理呢 是的呀 那你的肉不可能平白不顾的就消失了 你这个一抬抬着抬着 它要不是下来 然后就变成了你脖子就巨粗 要不然就上去就变成脸巨大 我们来到了Costco 下面先看一下 哦 sorry Double K Where I have the Clyber and Hancock french fries 可以配合 Ice cream 你去过吃个食堂吗 我吃过啊 就自己瓦的那个 在这里面最好吃的是 chunky strawberry 没我的 那我们去吃饭啦 哈喽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 已经快五点了 然后才刚刚拿起相机 然后今天晚上准备做一个 糯米鸡 肉米鸡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就腌制好的鸡肉 里面有切碎的香菇 别动别动 萝卜 鸡肉 还有葱 然后里面有什么 老抽 生抽 蚝油 料酒 麻油 一丢丢的盐跟糖 然后这个是我昨天就泡好的糯米 泡了大概一杯半 准备做六个左右 桌子 鸡肉 WHERE 咸 就是 时候 就是 鸡蛋 鸡蛋 我饿了 最后是 差不多 然后我没有学怎么包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播一个看看好不好 好呀 好吧 好吧 尝一口吧 好等一下 哇好好吃 好了吗你觉得 好 鸡肉很嫩 很鲜嫩多汁 味道刚刚好一点也不会咸 真的吗 嗯 糯米 糯米很好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礼拜天的早上六点半 你们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那么早就起来了吧 因为我今天早上五点多 那米奇帽都醒了 然后就把 我的男朋友给弄醒了 然后 然后我就决定来看日出 但是 我因为有把时间 哦哦 兔子 兔兔那里还有一只 哦哦 哦 好可爱 兔兔 兔兔被吓走了 嗯 你告诉我呢 忘了 哦对 说 哦 我以为五点钟我就起来了 但其实 我起来的时候已经是五点 四十多了 然后 然后 日出是六点零五分 所以我们又过断的 嗯 miss掉了 日出 但是 其实 像今天那种雾天也没有 就算有日出 就算我们跑到了其实也看不到日出 对吧 对的 消水主管 所以我们就决定 来海边走走 然后 现在来吃早饭 这家 你 这家是 他最喜欢的一家早餐店 是我们点的早饭 我点了一个 Bagel 看不清楚 我点了一个 Cinnamarisen Bagel 然后我现在不饿 我们又回家再吃 然后 这 breakfast wrap 嗯 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 里面是 Scrumble egg Chicken Avocado with Chipotle sauce 哦 你看 嗯 嗯 这其实看起来很好 嗯 好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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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 吃过 Penna 第二喜欢的东西 第一喜欢的是 那肯定是这个 那肯定是这个 嗯 嗯 哈喽大家好 嗯 今天我们刚刚起来了以后 需要和Costco 然后 又买东西比较多 所以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买的一些什么 然后我先说一下唯一冷冻的东西 然后这样就可以把它放冰箱里面去 这个是我们已经 这次买的那个 就是冻的水果 冻的混合水果 里面有 桃子 有芒果 有 有 草莓 还有 菠萝 这四个水果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做smoothie 或者是做 还有什么 做果汁 然后 或者是做那种冻的酸 就是酸蛋里面blend都很好吃 所以 具体好不好吃 然后我们试了以后再跟大家汇报一下 嗯 所以现在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些水果蔬菜什么的 这个是 我们买的 卤笋 对吧 卤笋 然后 我觉得Costco卤笋 还是跟上次说那个 西兰化一样 还是挺新鲜的 而且它的量也没有说 那么疯狂 所以说基本上一周都吃完了 嗯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看得到吗 看得到 OK 那我就扳过来 这个因为太重了 这种刚刚看到是16斤 8.1千克 16斤吧 好重的一个西瓜 是4块9毛9 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Costco买西瓜 还是挺划算的 以前 以前最低的时候 有倒过3块9毛9 对 2块9毛9 对 所以说看着价格买西瓜 然后你挑一个好的西瓜 在Costco还是很 很划算的 然后 这个是我们上次 在上次的那个 Former's Market Vlog里面 给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 Costco一个比较好吃的 桃子的牌子是 就是 I'm right 然后我们还是买的是白桃 你看 看得到每个桃子都非常的大 而且 而且我还是真的是有桃子很香的那种香味的 像我们两个人的话 我一般都会把它们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如果想第二天吃 就前一天晚上拿 把它拿出冰箱 然后把它放软 就是基本上放一天两天它就软了 所以说 这样子的一盒 差不多也能吃个半个月左右 这个是 我上次买的那个Coconut milk可碗了 所以我就 换了一个Almone milk可来喝 然后是这个 这个是 我们经常 我们家经常会 用完了也就会买的一个东西 就是Wipes 就比如说 因为我们家大家可以看到是地毯 就比如说 吃饭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掉地上了 然后我们就尽快的会拿Wipes 去把它擦掉 就免得会流味道啊 或者是有印子这样子 哦 对 我们家是有一个Dyson 就是我老的 以前的那个吸尘器 但以前那个吸尘器呢 它很重 它是有线连着的 所以说挺不方便的 然后 然后这个Viva 我去看别的博主的Vlog的时候 他们也会经常用这个 因为它是没有线的嘛 而且它是手持式的 也是挺短的 可以变成很短的那一部分 所以他们经常去吸床啊 然后吸一些比较 就是平时一般的那种 吸尘器吸不到的地方 所以说 这次看到Costco 它这个在打折 人家是300度 反正现在只有299 所以就想很狠狠心 就只是买它了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一周的Vlog啦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 附上 加州 这边 这边看到吗 粉色粉紫色的网下 祝大家新的一周 做什么事情都顺利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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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